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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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句确实有点美 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太紧张了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见过很多大世面了 我怎么又被这个节目录紧张了 尤其是我 我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我已经是多国秀女王了 我已经赢了 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看到他心里想的是 这是决赛选手 而我想的是 没有一个我的竞品了 我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能进决赛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我去年进 今天又进了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你说我怎么做到的 杨莫恩 你说我怎么做到的 杨莫恩 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满足了 尤其是今天主题 叫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不 幽默就陪你们走到这儿了 我也不想当大王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被过度的重视 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了 没有给我弟 我弟就说 妈 我也想吃冰激凌 我妈说 你着什么急啊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我当时想说 天哪 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重男轻女吧 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长大以后我妈又开始逼我弟 继承我们家的家业 也就是养猪场 我弟特别不乐意 说 我姐为啥不用养猪啊 我妈说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个家是你的 我当时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 瞬间说 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Girls help girls Go power Go power 我弟 真的 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没有赢过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特别要我羊 因为说 姐 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只有我生的孩子能姓羊 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听懂了 他说 你不能怎么对我 我虽说是个男的 但我也是你弟啊 我说 你还是没听懂小伙子 真不一定 听完这句话 他哭得就像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 你知道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战胜我 还不死心 他说 你别笑了 我说 你别笑了 你知道吧 我都没跟你说 你一笑牙龈看起来特别大 黄眼 我说 你懂啥 那是因为我牙龈健康 因为我用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液 搭配活性太阳高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诶 你猜怎么着 信羊 不信羊都让用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真的不能再往下比了 你知道吧 再比 比如说没有段子 我都没有弟弟了 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 因为我这一年新的生活没法写 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节目的录制现场 然后当时正好有四个工作人员 要带我上厕所 你懂那种感受吗 就是我的内心里有一个理智的声音 你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但同时又另一个虚荣的声音说 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不行 杨丽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堕落了 你要想你原来 你一开始为什么做这个 你原来你是热爱艺术 你也不是热爱金钱 我要变回那个热爱艺术的 纯粹的自己 我就回去找了我大学时的朋友 我说朋友你快救救我吧 我堕落了 我现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说完还帮他把刚穿漏的袜子补上了 他也很好 帮我把我新买的纯金黄罐戴在了头上 我说别带了怪众的 拿去换套房吧 运气好的话 这个黄罐能请到忽兰两天 还有这个 好吧我承认这一段是我编的 他真正说的是 他说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 我们聊起了梦想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说十年前 那我肯定是说我要做出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艺术 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他说不 当时你简单的跟我说了四个字 你说的是 我要出名 我当时想说 我要告你 我说不是我说的 是忽兰说的吧 怎么可能 十年前 我从小不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敏感痛苦热爱艺术的人 我这辈子都有可能过得特别惨的一个人吗 他说 不是你从小就庸俗肤浅 见风是多的 你放心你这辈子会过得特别好 所以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充满世俗欲望的人 我根本不是那种假装淡泊名利的人 我自己把我自己都骗了 所以我收回上面那些 我进到决赛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给你们 不用你们给我投票的积极歪歪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投票 我要继续比赛 因为幽默突然改变主意了 幽默就是要陪你们走过四季 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 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说希望你们支持我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谢谢大家